新竹市议会第九届第七次定期会市政考察第二天来到新竹渔港 将针对新竹渔人码头头前夕左岸水环境改善工程进行考察 多数议员们关系新竹渔港在东北季风来临时的飘沙问题 以及目前正在进行停车空间改善数量是否会减少 还有目前在市营运的亲子沙滩用水以及沙坑卫生问题 都是议员们关注的焦点 渔人码头这个渔港啊这个飘沙的问题 飘沙的问题不知道有没有市府有没有考虑到 我们花了这么多的经费 未来东北季风一来飘沙一过来 整个景区整个那些设施啊完全会破坏掉 那这一点我想市府应该要考量 未来这个飘沙问题如何来解决 外来的观光客来到我们渔港之后 他可以带给这些观光客第一个留下新竹的印象是什么 我们要如何在全台湾这么多的渔业的港口 观光的港口当中凸显出来我们南辽渔港 渔人码头是与全省各地的不一样 因为像我们知道基隆啊 避沙渔港啊还有富鸡渔港啊 大家想到去到那里就是可以吃到海产 那来到我们新竹的南辽渔港可以做些什么 呼吁我们这一次的规划应该朝向渔业跟观光的方向去走 我们南辽其实也蛮适合做一个游艇码头 所以在这边我希望我们的新竹市政府 在长远的观点来看 我们要做这样的一个规划 因为你们整个施工影响到他们停车的一个氛围 还有你们现在所列的那两个地方 本来就是饮食区需要的车位了 你也把它列为说你现在增加的 那这样子的话我们的空间 我们停车的空间越来越少 提倡观光最好的就是美食跟停车阁嘛 对不对 才会让观光客愿意消费在我们新竹市啊 那若是这些都做不到做不好的话 我想这个问题就很大了 让民众下到沙滩的对边去的那个台阶 这个部分一直是本席非常关心的 就是说我们的沙滩因为海岸冲刷 所以沙滩变得只有一点点很狭窄 它的缓冲是很少的 如果满潮涨潮大潮中秋节日是大潮的时候 到底会不会影响到汐水民众的安全问题 它来不来得及脱离现场 意思就是逃命啊 那我曾经跟你们说过要去调查回溯以前的资料 到现在没有任何一个资讯给我 请你们回去回溯若干时间的资料 然后看看它涨潮涨到什么状态 速度有多快 涨到多高 我觉得这是你们自己应该要主动关切的 都没有掉一个资料出来给本席 青十三启用之后非常受到小朋友的翻译 那假日都非常的多人 那当然我们也非常重视 整个水质跟沙坑的清洁 我们透过四个步骤包括公告 换水 清洗跟检验 四个步骤来确保这边的安全卫生 那所谓的公告就是公告适合在汽水区跟沙坑使用的一些行为 例如说有些带爆尿布的就不太适合 我们会希望家长能够避免这样的情形 那换水就是我们每个礼拜一五会把水质的水全部换掉 把它流光然后进行大规模的清洁 那另外每天在使用的时候我们随时都有最新的自来水注入 让比较那个使用过的水慢慢的溢流出去确保水质的清洁 那另外有关于清洁的部分 就是刚刚提到我们把水 礼拜一五把水放掉之后我们会进行整个实体的刷洗 那另外沙坑我们会把它刨疏 然后让里面的异物能够清理出来 那另外再用水把沙坑的沙都清理一遍 那另外有关检验是我们每个礼拜会进行水质的那个 包括大肠港郡跟弱郡量的检验 大家对新竹渔港的印象就可能东北季风的关系 所以飘沙非常严重 那其实飘沙大部分是来自于那个投钱西北岸 不过我们现在也做了一些措施来进行飘沙 包括我们的那个抛石可以固杀 那另外就是我们做了一些蓝沙设备跟直批 我想这个工程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已经完成 可是经过这个整个冬天的一个东北季风的吹拂 目前的飘沙情形非常的轻微 我想这个应该是有些成效 那我们也会继续在检讨看能不能怎样做得更好 过去要翻阅整个提案其实非常的危险 那我们做了运营天梯之后 不仅是它是网美的最佳打卡点 而且大家很关心这个潮汐的问题 我想跟大家报告 就是整个新竹渔港的潮差大概3.5公尺 可是它从最低潮到最高的地方 大概历时需要6个小时 也就是说它其实是慢慢涨上来 远远就可以看到 因为整个投钱西的河口它是非常平缓的 所以所有市民在这边吸水其实是非常安全 只要避免在天气不好的时候下水就好了 在南寮渔港的停车位 不管是路外或路边加起来是1129个位置 那目前正在进行停车场的工程 那尤其是我们把几个停车场的空间 做一个整理 那路外的部分还会再增加200多个位置 那总共未来的整个停车场的一个空间 会增加到将近1400个位置 所以数量上是增加的 那除了增加以外呢 我们既有的停车场的新建的基地内呢 已经有很多的一些生长良好的树木 那我们会全数来保留 那保留之后呢 除了都有停车的一个功能以外 它也提供了一些绿地跟遮阴的功能 尤其我们这次铺面都是采用透水的一个铺面 不管是在环境保护 以及既有保留树木的未来生长条件的一个加强 都很有大的帮助 那除此之外呢 在动线上 尤其年底之后呢 台68线即将完工 那完工之后呢 所有的车潮来到这个停车场 就可以直接来进入来使用 那对于整个周遭的动线呢 我们都有做良好的一个规划 新竹渔港多项工程正在陆续进行 刚完成不久的国际风筝赛场 由于广大草皮在夜间没有照明设施 黄美辉议员提醒在路边应设置夜间指示 同时多位议员提出新竹渔港在市府规划下 以陆续看见成效 建议由渔业转型为观光游戏 凯破新竹观世联采访报导